年轻人是不是需要掌握一些社交礼仪 现在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说 不管你是00后还是90后 其实都需要的 还有一种声音是说 00后要放飞自我 学习自我 活出自我 其实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繁衡所见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第一 我们不要神化这个678 但是也请不要妖魔化678 第二呢 9000也一样 我们既不要说好像 9000好像就是什么 来整顿社会整顿职场 这个逻辑不对 可是每一代人 他只不过是有每一代人的 因为成长环境变了 他的那个属性 但是他还是很冷 以我为例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被我的长辈说成 我们这代人是太不靠谱了 普商浪费 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父母那辈的人 更打得开 更舍得花钱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在家里 我经常走动的地方 我的灯要打开的 但是我只能待一个地方 所以我父母说 你只待一个地方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地方的灯都要打开 你不觉得很浪费电吗 我说 因为我虽然 比如说我只待在茶室喝茶 可是我一会儿我要去客厅 一会儿我要去书房 一会儿我可能又要去餐厅 就是我不喜欢跑到这么多地方去 随手关灯 随手开灯 随手关灯 随手关灯 我父母这一代的人 他们的习惯就是节约 因为他们生活的物质紧缺时代 所以他们养成了这种习惯 你不能说他有错 包括我这一代 就觉得电已经不要几个钱了嘛 随着情况都越来越好 国家的越来越好 慢慢的就觉得 特别是我家里我因为我装的太阳能嘛 所以我用电是几乎是不用钱的 所以我对电是没感觉的 我父母看我们这一代也是浪费的一代啊 也是 总之来把我们也是讲了一塌糊涂了 就像我们就讲我们的儿女也是觉得 你也是 其实这很正常嘛 一代人看一代人 他应该环境不一样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是能够接受就是每一代人跟上一代人是不同的嘛 但是就好像说 人可以表现为不同 但是人性是相通的嘛 尊老爱幼 它跟年代没关系吧 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年代 你是不是都应该尊老爱幼啊 酒桌上人与人之间的 我们叫人文礼仪啊 这个跟年代有关系吗 零零后就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了吗 或者说还是说六零后就可以不遵守游戏规则 这不存在啊 只要你是人 特别你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应该遵守一些中国人 基本的我们讲人文法则嘛 比如说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又幼以及人之幼 这是我们祖国的 就我们的精神财富嘛 我们又说到了哪一代人就可以飙了 那他不是中国人了吗 不是人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你就是应该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同意吧 你就应该做一个懂礼貌的人 你就是应该做一个 不管你是00后90后 80后70后 你就应该做一个给对方温暖的人 而不是一上来就是我是00后 我很屌 你不应该这样嘛 所以我的意见是不管是哪个年代不能 那没关系 其实我们都要懂一些茶桌上的礼仪 酒桌上的礼仪 饭桌上的礼仪 或者是各种礼仪吧 我们都应该懂一点吧 包括人情事故也是一样嘛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你送我一个礼物 比如说你祝贺我考试考了一个好成绩 或者是我搬家 你送我一个礼物 或者是我工作 你送了我一个礼物 那下次你搬家 你工作 我是不是也应该回个礼 所以这就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人情往来嘛 谢谢大家